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几款 我认为非常不错的钱包 其中呢,有一个是我觉得最值得购入 最经久不衰 也是我认为最值得投资的一款钱包 如果你对今天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就不给大家卖关子了 第一个呢,我就给大家推荐 我觉得最值得购入的那一个钱包 就是香奈儿 钱包呢,我把它放进了原装的那个盒子 放在外面呢,有一个香奈儿的logo 它就是这一款了 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它的身份卡 其实说是钱包,更像是一个卡包 或者是一个简易的钱包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很像是CF的一个经典的设计 然后背后呢,是没有pocket的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实用的一点呢 就是非常的薄,非常的小巧 它的款式呢,也是越看越觉得好看 非常耐看的一款 提质是荔枝牛皮的 作为钱包来说呢 我们肯定是希望它用了很久之后 还是不会出现什么刮痕啊 或者是很明显的使用的痕迹 那我现在用下来它大概一年的时间呢 我觉得用下来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也没有任何让我觉得变旧的感觉 必然保持的是一个非常新的状态 除了它这个logo的地方呢 会有一点点的刮痕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看不太出来的 而且这个五星还是很亮的 它打开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 首先这里有一个pocket 这个pocket里面呢,我一般会放三张卡 就是我最常用的 比如说我最常用的银行卡 以及我的学生卡还有我的travel license 都会放在这个里面 后面的空间呢非常的大 大家看它其实打开这种是很厚的 然后而且你塞了很多东西之后 依然是能合上的 它不是那种卡的很紧 我目前呢,后面大概放了 有六七张卡的样子 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保险的 还有现金啊,还有一些实应币啊 就是其实我是那种很讨厌很麻烦的人 比如说需要有一个钱包啊 又有卡包,又有那个零钱包 就觉得特别烦 其实这一个小包呢就可以非常多的 你需要的,平常的日常去用的话也是足够了 其实香奈尔还出了有它的比较大的钱包 包括是再小一些的卡片的那种卡包 我都觉得没有这一款来的实惠 也没有这一款呢更耐用 其实大家现在都非常流行小包嘛 这个包呢也是可以放下我之前介绍的我的包包里的所有的包 就是它都能放下 就算是super mini 可以非常好的放下 之后还能放下手机和钥匙 就是说这个小卡包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万能百搭 也是一个小巧精致的一个卡包 相信你如果购买这个钱包呢 会像我一样永远永远都非常爱它的 我用了它一年下来呢 我几乎没有看见它任何的缺点 有一个小小的 我不确定是缺点还是什么 我自己不太介意 就是它这个地方 如果你塞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会有一点点 就让它凸出来的 就是这块布它会扯出来 我觉得是没关系 所以这款钱包是我最推荐的 我向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些小钱包呢 其实还可以做一些随身胯的小包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购买的一个 非常像香蕾尔的链条 质量过得去吧 对得起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我觉得这样子呢 其实是比那种我们直接买那种 非常迷你的小包要实惠很多 就是我们不仅平时可以把当卡包 当钱包去使用 而且呢还可以加一个链子 然后就把它做一个非常可爱的 一个小包去使用了 如果我斜胯的 我这个链条有那么一点短 它就是在这个 刚好在这个腰上部的这个地方 那第二款我也非常喜欢的钱包呢 就是一款LV的 它是一个 大家看这个体质就知道 它是一个长钱夹 购买的这个呢 它应该就是比较大碗 那个豆豆钱包 超喜欢这个红色配这个气盘够的 大家看里面的这个红色 真的是太好看了 然后它也是非常实用的一款钱包 下面呢有四个卡槽 还有一个可以放钱的这样一个长夹 也可以放一些卡啊票据啊什么的 上面这儿呢有一个放钱或者是放票据的地方 这里面还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非常神奇的是 你可以把它整个伸到底 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一些 比较大一点面积的一些票据 或者是你需要保存比较好的东西呢 你可以塞在最里面 然后这样折着的时候 它也不会掉出来 然后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惊喜的一点 是它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包 所以说呢这一个包呢其实是可以有两种用法的 然后平时呢现在这一个小的 相当于卡包的这样一个小包呢 是我老公在用 它里面也是非常能装的 能放零钱啊票据啊卡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可以放大概十几张卡 LV的这个呢我不得不说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款钱包的 但是它有一点点的质量问题 刚才我说这个小的卡包 我们用了它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油边有一点开裂了 然后翘起来了一个 大概就是一点点小毛絮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把它给剪掉了 现在就看着还好 就看不太出来了 就因为这个事情吧 觉得这个LV的质量真的就还好吧 就没有觉得那种用不坏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也没有再继续买它的那个小的 那个豆豆钱包 因为我觉得钱包呢就是一个要就是用很久 你也不要心疼它 如果你用的时候都会觉得 啊我要很心疼它 害怕它这个地方开胶 那个地方开胶 然后你就会很有顾忌的去用它 就感觉很不爽了 然后这个钱包 这个钱包呢我一般什么时候使用它呢 像现在大家都用比较小的 大家也不需要带这么多现金出门 所以这种钱包我只有在回国的时候 把它放那个护照来用 大家看这个护照呢就正好是可以 把它放在这个正中间 然后再会给关上的 而且它也不会掉出来 卡的就是刚刚好 一般出国的时候呢 啊我都会使用这个钱包来放我的护照 而且这个拿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这样一抽就拿出来了 也很方便 很多那个护照夹是那种 就是把它整个前后包起来的 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我们在出入镜的时候都需要把它再从那个护照夹里掏出来 就很麻烦 然后这个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后面的这个pocket里面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的那个方法有一点 就是害怕它掉出来的话 你看这样放的话 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合住的 所以说这个钱包虽然我现在不是怎么常用它 但是我出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使用它的 大家看就是我这个super mini嘛 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链条其实是可以拆卸的 然后呢就和这个包分开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链条呢去做一些搭配 我在淘宝购买的 这样一个小的连接的东西 大家看把它连接起来 把它这样放进去 看这一个就扣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鞋胯包背在身上了 大家看是不是还不错 可以这样担间呗 现在进入第三款钱包包 宝格丽的 卡牌呢就是这样 它没有自己的防尘带 这款呢 我之前呢在我的包包合集里给大家看过 我有一款宝格丽的白色的手头包 有一次我看到了它这个绿色的这个钱包之后 真的是太美太美了吧 给购入了 但我今天的office还挺大的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size的钱包 介于我刚才的淘宝购买的小卡包 和LV的这个大钱包之间的一个size 钱包的构造呢 就是其实舌头这个地方打开是一个compartment 可以放一些零钱 那背面呢是一个这样印有宝格丽子 跟它那个包的设计很像 就是前面是舌头 后面是它的一个logo 那这个地方打开呢 就是一个正常的钱包了 里面有我的结婚照 这地方呢可以放一些证件啊 或者是照片 这边有四个卡槽 这边有五个卡槽 这个侧边呢 这边还有两个 这个侧边呢也是有两个 我这里面还有放了一个小卡片 然后我想给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它里面这个呢 不是是皮质的是布 就是它最里面这个地方是布 然后这边也是 但是它这个放钱的这个地方呢 是里面也是皮质的 就这一个可以放钱的地方 然后还是比较深的 就是如果你的钱放进去的话 大概就是在这个高度 就上面这个空间是用不到的 它这个钱包其实可以设计的 再小一点 就是再帮一点 那这个长一点的呢 就是这个形状会更好看嘛 更像它的真正的那个包 我也是非常喜欢它的 一个是它的颜值很高 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的美 这个绿色 还有一个就是它 它其实也可以做出行的钱包 如果你觉得要为的那个太大的话 这款做旅行钱包也很好的 它也是可以直接把护照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卡住 然后你出行的时候 带着它里面放着钱啊 放着卡啊 非常的方便的 现在不是很流行 超级迷你的包嘛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真的买 那些包 那包就只能装一些硬币啊 什么的 什么都放不下 我觉得大家倒不如把这个钱 去买一些实用的钱包 一来呢 它可以平时当钱包用 二来呢 如果你想把它当装饰品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就是挂在身上 下面就来营业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或者你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给我一个赞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